早前有一名曾經在意大利染疫的43歲男子 從香港飛抵上海後驗出確診新冠肺炎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 去年7月至今已有26人經香港到內地後確診 雖然本港多日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但相信仍然會引起兩地通關憂慮 擔心會有酒漏個案入境內地 何柏良表示 因此澳門的態度較謹慎 與香港通關的步伐或會駕駛 但指內地疫情控制得好 相信如果香港與內地通關時 會要求入境內地人士先接種兩劑疫苗